金粪 想生金蛋的母鸡 从前从前 有个好大好大的养鸡场 里面住着3333只母鸡 鸡粪加上鸡饲料的味道 让整个养鸡场臭气熏天 母鸡们顾不得礼貌的 互相推来推去 因为整个鸡舍挤得不得了 挤得几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这3333只母鸡 过得很不好 大多数的母鸡都有咳嗽的毛病 身上的毛也掉得乱七八糟 因为只要谁踩到谁的脚 大家转头就是一阵乱着 于是鸡毛满天飞 咳嗽咳不停 母鸡们每天都会下一颗蛋 只要有谁下了蛋 就会咯咯咯的大声叫嚷 好让大家都知道 蛋是它生的 养鸡场的老板 每天都会来捡鸡蛋 捡那3333只母鸡下的蛋 有一只母鸡 年纪还太小 还不到生蛋的时候 但是小母鸡很有志气 它说 等我长大 我要生鸡蛋 哈哈哈哈 其他的母鸡笑嚷着 鸡生鸡蛋 哈哈哈哈 它们笑得太激动了 接着又是一阵乱咳 小母鸡还太小 还不到生蛋的时候 它说 但是首先我要学唱歌 母鸡们说 鸡是不可能会唱歌的 小母鸡说 不管 我就想试试看 小母鸡在鸡舍里 左看右看 然后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那里可以让它 又着又挖 于是它很努力地 又着又挖 直到墙上出现了一个洞 洞 很小 它只能用一只眼睛 往外看 哇 外面的世界是绿色的 小母鸡从来没看过 绿色的东西耶 小母鸡看过的东西 只有红色 咖啡色 黄色或灰色 还有 晚上漆黑一片的黑色 小母鸡又着又挖 洞也一天比一天大 有一天 这个洞竟然可以 让它钻了出去 它可以钻出去 因为它还小 外面的世界 跟鸡舍里完全不一样 小母鸡大口吸着新鲜的空气 它终于不用再闻鸡粪和鸡饲料的臭气了 当小母鸡习惯了外面耀眼的阳光后 它发现 外面出了绿色 还有蓝色 18 然后小母鸡发现了一片麦田 在那里 它可以尽情地 想跑就跑 想啄就啄 想挖就挖 想叫就叫 天黑了 小母鸡才从小洞钻回鸡舍 那个有3333只母鸡的鸡舍 20 小母鸡将墙上的洞挖得一天比一天大 为什么没有颜色的书啊 对啊 每天 它都到外面的田野上学唱歌 直到有一天 它说 现在我已经练习好了 我可以唱歌啦 母鸡们说 那不叫唱歌吧 但是当墙上的洞已经大到 可以让全部的母鸡都出去时 它们全都争先恐后地往洞外挤 一只接着一只 直到3333只母鸡全都出去了 它们在卖田里又走又挖 还咯咯咯地唱歌 全都高兴得不得了 天呐 这是怎么回事 让鸡场的老板大声叫嚷着 鸡怎么全都跑到卖田里去了 老板看到3333只母鸡全都跑了出来 吓了一大跳 立刻派人去抓 但母鸡们四处窜逃 鸡毛又飞又跳 工人们花了整整一天才把母鸡全都抓回鸡舍 母鸡们又回到了臭气熏天 鸡毛满天飞 咳嗽可不停的日子 整个鸡舍唯一不咳嗽的就是小母鸡 那个洞也被封了起来 小母鸡又说话咯 等我长大我要生金蛋 母鸡们边咳边笑 但是首先我要先学游泳 小母鸡说 鸡是不可能会游泳的 母鸡们说 不管 我就是要试试看 小母鸡说 然后它又回到那个角落 开始又拙又挖 最后它又挖出了一个洞 它从洞口钻出去 越过麦田来到鸭子们游泳的池塘 它可以钻出去 因为它还小 在那里 它可以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 吃肥滋滋的虫子 和干净的水 每天它都把脚伸进池塘里泡水 那个不叫游泳吧 母鸡们说 不过水真的有点凉 小母鸡说 有一天 墙上的洞又大到 可以让全部的母鸡都出去了 它们跑进麦田 跳进池塘 又走又挖好快乐啊 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洋机场主人大声叫嚷着 我们学校里有那个爱花的牛 好 哎呀你看 3333只母鸡又跑出来了 老板立刻派人去抓 但母鸡们四处窜逃 又飞又跳 工人们整整花了一天 才把母鸡们抓回鸡舍 然后母鸡们又回到了臭气熏天 鸡毛满天飞 咳嗽咳不停的日子 整个鸡舍唯一不会咳嗽的就是谁 我 是小母鸡 那个洞又被封了起来 小母鸡又说话咯 等我长大我要生 金 金蛋 对 哈哈哈哈 母鸡们边渴边笑 哈哈哈哈 但是首先我要先学飞 好不好 鸡是不可能会飞的 母鸡们说 不管 我就是要试试看 小母鸡又开始又着又挖 最后她又挖出了一个洞 她从洞口钻了出去 越过麦田 绕过池塘 发现了一座稻草堆 还是只有她可以钻过去 因为她还小 在那里 她可以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 吃肥滋滋的虫子 和干净的水 每一天 小母鸡都练习从稻草堆上往下跳 用力鼓动翅膀 尽力地飞向空中 那个不叫飞吧 母鸡们说 有一天 墙上的洞幽大道 可以让全部的母鸡都出去咯 小母鸡咯咯咯地叫着 带领3333只母鸡 越过麦田 绕过池塘 爬上稻草堆 然后 大家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 当养鸡场主人 又派人出来抓母鸡回去时 这次 他们失败了 因为母鸡们太会跑了 除非 除了四处乱窜 又飞又跳之外 他们还学会了 自己找地方躲起来 一直忙到天黑 工人们对养鸡场老板说 今天我们没办法 将他们全部抓起来 明天再继续吧 第二天 情况也不好 第三天 同样很糟糕 到了第三天晚上 工人们对养鸡场老板说 3333只母鸡实在太多了 如果他们不想被我们抓到 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哦 这真是一场大灾难 养鸡场主人说 我没有鸡蛋可卖了 不 这不是一场大灾难 工人们说 你只要在户外盖一个 又大又棒的养鸡场 让这3333只母鸡可以在户外 尽情地奔跑 问题就解决咯 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从此母鸡们可以整天在户外走来走去 可以尽情地咯咯叫 爱主为救主 想挖就挖 从此 母鸡们 想睡觉可以睡在自己喜欢的地方 想下蛋 可以下在自己坐的屋里 养鸡场主人只要派工人来收蛋就好了 很快的 每只母鸡都长出新的羽毛 再也没有一只还会咳嗽咳不停了 小母鸡一天天地长大 大到该下蛋的年龄咯 就和其他的母鸡一样 这一天终于来了 他准备要生他的第一颗蛋了 3333只母鸡好奇地盯着小母鸡说 现在我们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会生金蛋哦 小母鸡坐在他的窝里 生下他的第一个蛋 大家终于看到了 那是一颗好漂亮的 又滑又圆又亮的 褐色的蛋 母鸡们叫嚷着 看那根本不是金蛋嘛 鸡是不可能生金蛋的 你猜小母鸡怎么说 嗯 比咚 小母鸡笑着回答 你们真的相信鸡能生金蛋吗 比咚 咱把听 嗯 我们再念一下 我们再念一下